台湾的年度摇滚盛事 海洋音乐祭10号在福隆开唱了 第一天就请到了天团 五月天还有世界各国的乐团 跟观众坐在海边跟着音乐一起摇滚 海洋音乐祭最早是由台湾知名的独立唱片 角头音乐的老板张43创办 当年他效法美国Woodstock音乐节的精神 创造一个自由创作还有演唱的台湾音乐节 现在很多知名的乐团 像是苏打绿 图腾 Mosca都曾经站上这个舞台 今年虽然遇到台风 第二天之后的活动延期 所以大家的比基尼海滩库先不要收起来 让我们继续回到海边享受海洋音乐祭 台湾第一天团五月天 在台上尽情演出 台下观众跟着节奏打起拍子 这是海洋音乐祭的第一天活动 摇滚地球村 除了台湾代表五月天 还邀请世界各国的乐团 有来自俄罗斯的Scalop Pils 还有日本知名团体凡人普 以及美国的Far From Finish 让福隆的海滩跟着音乐摇滚起来 海洋音乐祭从2000年开始 由角头音乐以及当时的台北县政府一同举办 他们参考美国的胡适拖音乐节 想要带给台湾一个自由的音乐活动 于是找到了福隆的海滩 邀请乐团来表演 让观众可以在海边吹着海风听音乐 这个活动对当时的台湾音乐圈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突破 隔年 海洋音乐祭开始举办 海洋独立音乐大厂 提供独立乐团一个表演的空间 台湾知名乐团苏打绿 胡腾 马斯卡 都曾站在这个舞台上 五月天的马莎说 台湾其实一直都不缺表演者 很感谢出现这个活动 让更多的好音乐被大家听见 发展超过十年的海洋音乐祭 从刚开始的一天到现在连续五天 规模越办越大 每天结合不同的主题活动 让观众能够在海边 跟着节奏一起庆祝音乐祭 声音乐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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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